而今天也是农历七年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末 今早的磁场街是格外的热闹 不少人都趁着最后一刻来购买年货 像是年饼鲜花这类的 那收房的民众普遍都说 钱不够用 必须要货比三家 他们还感叹 50令吉所能够买到的东西真的很有限 综合磁场街小贩告诉本台 打从圣诞节开始 磁场街的买气就开始旺起来 尤其是周末 前阵子大家还在忙着大早出货工作 现在陆陆续续赶在最后一分钟买年货 我算是最后一个星期了 之前因为鲜花嘛 半鲜花所以就没有那么早 所以就最后这一分钟 行情淡了一点 他们比较省钱 或者很多人没有做节日 出去玩 对比去年去年好做 可能是MCO过后 全部大张旗鼓这样子做 钱比的少了越小 所以时常就是买东西要看钱包 50块可以买什么 我看买的两罐饼干吧 有可能买不到 现在真的很难 年饼价格各有不同 综合不同商家 15到45令吉甚至更贵都有 就看大小和种类了 不论鲜花 肉干 绵饼或任何糕点 价格些许调涨 但是民众说应节食品还是必不可少 只不过花费就要更加谨慎了 15块钱 肉干 维便积 不耖饼 鲜得不会滲 不耖饼的 以前是好的 早两年都好的 今年最何都贵 今年贵 菜都买17,800张一戎 确实是比较贵 但是就看自己的那个 我觉得其实就是 看自己喜歡什麼 所以真的是吃到一些自己喜歡吃的 我覺得還是會願意出錢 那隻雞買到的 買隻雞 買的青菜就買到 價錢今年確實會比往年貴 但是我相信大家還是很願意 因為畢竟這個大喜的日子 我相信大家都很願意為這個日子去花錢 好 價格的部分 反正大家都說依據自己的能力 自行精明消費 那另一方面我國幾乎有各籍關的年餅 台灣遊客也準備大塊朵頤 因為它融合了很多中國 南來這邊很多廣東人 潮州人 福建人 客家人 什麼什麼什麼人 他們都會在這裡聚集在一起 在這個馬來西亞這個地方落地生根 然後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種類的棉餅 不好意思 老闆都沒有請我吃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說 買回去嘗嘗看 剛好可以應景 買回去我也可以拿來敬奉祖先 巴特公家許文杰 吉隆坡報道 我也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